我的爺爺就是王世英 他是黃埔軍校的第四期入武的步兵科的 在幾次當中的我們跟國民黨談合作接洽的時候 起了非常非常關鍵的作用 日前從新西蘭非敵廣州的新西蘭首位男性華裔國會議員 黃埔四期生王世英之孫王小雪 接受中心社記者採訪時 暢談祖父王世英的真榮歲月 其實他的早年的鬧革命經歷非常的曲折 從我們家鄉出來的時候就很困難 就是他在太原師範 進師範又是一段曲折道路 從我們家鄉到那個師範又很窮 沒有盤纏跟別人借了錢 非常艱苦 這一路下來呢 其實他到進到黃埔之前 這一段的經歷呢 已經培養了他對這個進步的思想 接受了馬列主義還有新青年等等 這些他已經思想上已經很 我們說已經很進步了 1925年8月 王世英入學黃埔軍校 10月6日就參加了第二次東征作戰 第二次東征歷時一個多月勝利結束 這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取得的一次輝煌勝利 作為國民革命軍的骨幹 包括王世英在內的黃埔軍校學員們 在戰爭中斷練成長 由美術設計專長的王小雪為紀念祖父百年誕辰而出版的傳記 真金不怕火鏈設計封面 書中收錄了一張王世英在黃埔軍校的畢業照 這張照片呢就是我爺爺王世英在黃埔軍校 當時呢已經要畢業了 所以拍了一些畢業照 這是他唯一留下來的穿著軍裝的畢業照 當時還大概還很驕傲吧 拍一張照片寄給老家 據王小雪介紹 與同期大部分同學畢業後踏上軍旅生涯不同的是 王世英後來主要從事地下工作和統戰工作 特別是在國共第二次合作方面做了自己的貢獻 更不要說後來他對於國共合作的這個貢獻 你比如說這個促成西岸事變 是我的爺爺王世英受毛澤東周恩來的派遣 也是跟楊虎城親自會談三次最終達成了 我們的這個這個西北軍 十七陸軍和紅軍的四項協議 就是要要互不侵犯啦 這個要聯合抗戰等等 這些達成這個協議 也就是在那是1936年的二月嘛 36年的二月達成這個四項協議以後 就奠定了當年西岸事變的基礎 王小選稱 當年獨立團團長葉挺廣州起義失敗後 流亡歐洲多年 到後來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長 這其中王世英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他開始從歐洲回到香港 香港想找我們的關係 最後我們跟他接頭 接頭人是誰呢 王世英 跟他深談了以後 確認他的態度 以後 那王世英就向中央做了匯報 電報 啊 葉挺的現狀 我們才對葉挺有所放心 這個時候我們終於來才向蔣介石推薦說 我們推薦葉挺 蔣介石最後同意了 採訪見隙 王小選在黃埔軍校就職紀念館內 尋覓先輩足跡 賭物生情 他認為當年的年輕人 他們是有理想的一代人 我們要發揚先輩們為民為國捐躯 為理想而奮鬥 為民族而奉獻的崇高精神 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和中國的和平統一 做出應有的貢獻 如果我有一天能夠踏上台灣的領土的話 我也許會尋找我當年同學的後代 供述這個黃埔的那段難忘的經歷 和我們共同的當時的民族復興的理想 為此而做一些貢獻 千賢大小也許我會做 能夠找到一些一線的希望 和平統一切 和平統一切 也許會做工